炸烈吳宗憲 一集炸烈吳宗憲 阿公小心點 為女兒回來囉 Sandy 吳山儒生下寶貝兒子後 終於重回主持崗位啦 又回到爸爸憲哥的身邊 馬上就來炫耀了 我兒子算是蠻可愛的 我只能說 憲哥 我兒子比你兒子可愛多了 他很可愛 其實算蠻好戴 他已經是 我覺得算天使寶寶了啦 但是有沒有要剩四個這件事情呢 就是怎麼會是阿公決定呢 對 我們剩四十個好了 就是誰知道啊 你是第一喔 其實老實說我從頭到尾都沒有量體重 我從懷孕 就只有那個產檢的時候他們知道我的體重 然後我還是從頭到尾都不看 因為我就幻想就是不干我的事 然後到這個院子中心呢 就有一天在洗碗的時候 發現院子中心每一個房間都有配體重計 我即刻用我最大的力氣 把那體重器踢到門的外面 所以我到現在 我都不知道我到了幾公斤 可是我覺得還是 一定還沒有完全回來啦 剛剛爸爸說你身材變非常好 上回啦 上回啦 我爆了 你也是太好 我是你女兒耶 女兒也可以爆啦對不對 不是 對啊 沒有一個爸爸會做形容的女兒啊 他們已經對你 他已經對你很好 每一回來就問你王芝加的事 既然憲哥都提起了 那當然要來問一下 最近鬧超大的假包事件啦 這個我是不是很了解 怎麼樣 推了一干二斤了吧 我這輩子啊 我是很樸素的人 我是不可能 我一直買一些 每一雙球鞋要幾萬塊 那種東西 我不是不可能 你能關心小甜甜狗的事情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就甜甜說的虐狗 好啦 平常無事啦 希望這個 平常美食 大家多吃一點 檔屋 什麼是檔屋 檔屋就是 他的狗的名字叫檔屋 而且 甜甜還跟謝忻超起的 對啊 對啊 我真的是圈外人耶 你收集太久了 對 我真的沒有看到這些新聞 對啊 他們分別私底下我都 我都是他們的 這個所謂的心靈導師 也都跟他們講得很多了 好不好 其他那個陳山精 差不多就可以了 人生啊 找尋自己的美好的方向嘛 就他們會講說 他可能精神狀態有一些問題啊 或幹嘛 好 不與治平 就像你們看到這樣 好不好 好嗎 對 我們走 來吧 我們去到大遊行 回去 我們把也都是 胡思琴 過 我們來看看